在新冠肺炎疫情擴散之際 產油國減產談判破裂 市場憂慮全球石油市場爆發減價戰 國際油價急卸超過兩成 引發環球股市星期一急錯 導致期貨大跌超過千點 港股亦大幅低開1012點 半日收報25230點 大跌916點 外電報道 石油輸出國組織與盟友上星期五舉行會議未有任何共識 俄羅斯堅拒沙特阿拉伯提出的進一步減產要求 同時表明4月1日減產協議屆滿之後 各國可以自行決定產量 等同宣告2016年起的石油輸出國組織與盟友的減產同盟瓦解 意味著一場減價戰隨時爆發 而沙特亦率先在上星期六大幅減低受往歐洲、遠東 和美國等國外市場的原油價格 折扣幅度創超過20年以來最大 便上向原油市場宣戰 消息拖累沙特股市重挫 油價崩潰 亞太主要股市星期一無一幸免 日本日經平均指數半日錯超過6% 導致期貨亦跌超過1000點 至於港股 恆生指數低開1012點 報25134點 之後險守25000點關 油價報錯 三桶有跳水 中國海洋石油低開2乘1步8.3 但中海油已經拉低大市125點為表現最差藍籌 至於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開市 亦分別跌1乘7% 重榜藍籌亦拖低大市 匯豐控股錯超過3% 跌穿50元半日低見48.6% 騰訊同樣錯超過3% 半日低見373.6% 有幫保險錯半成 半日低見72.1% 都網記者潘仲恩報導